各位网友,今天香港股市反弹390多点,其实跌了这么久,反弹390多点就不是什么事, 但是李强是说了话,还有街上有些传闻,那我就要examine一下,这个李强究竟会有什么去救市, 这个就是,还有这个东西有没有攻击,好,这个是去到最后7天了,这个糕是,未定的都快点定,大厨立腸做的,瑶珠哈米萝卜糕,新鲜制造,不含添加剂,大厨立美的芋头糕,今年新推出的椰汁年糕,半糖马蹄糕, 今年有东西送,买两盒就送两支陶大豉油,这个就是,买三盒就送红烧吉品包一罐, 里面有四个人,那就是,要自己去拿的,2月1号开始拿的,去到2月9号,这个是, 国务院总理李强,22号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那个股市是跌到,不能不作出反应, 因为,你见到,其实是非常奇怪的,破3000点,破2900点,上证指数破2800点, 大家都觉得中央为什么不做一些旧市呢,它要救的不单止是股市,还有地产市,还有整体的经济, 但是,我都说了,昨天跌就是因为,李强那些,早几天在瑞士,达玉斯论坛,没有说会用大措施救的经济, 那些人投降,那些人扔白手巾投降,传出来就是,黑石要卖了他在上海的总部, 虧三成钱,加大中长资金入市,什么叫中长资金,这个麻烦, 他要加大中长资金入市,中线资金,长线资金,长线资金,外国通常,这些叫long buy,很多都是pension fund来的, 很多是pension fund来的,但中国的pension fund全部在社保那里,社保就已经入市了,很多就买债券, 你是不是要他,中国有几万亿,但是比起外国,这个真的很少钱,人家外国是存了很多钱, 中国整个,其他公司,其他保险公司很少,真正的pension fund握在政府手上, 现在总共的盈余,是有四五万亿左右,四五万亿真的不是什么事,你不可以, 已经有一部分就买了股票了,这个就是第一种,第二种就是multual fund,multual fund也是long buy, 但是他人家可以熟回的,随时可以熟回的,最近就是猛熟回,这些基金是不够的, 一个成熟的股市怎样能够稳定呢,就是六七成以上,甚至七八成以上,是institute investor, 机构投资者,因为机构投资者是成熟一些的,兴奋起来就没那么兴奋, 怕起来就没那么怕,这个就叫成熟的股市,如果你的股市大部分是散户, 这个就很危险的,因为那些散户,public is always wrong, 这个就是我和股票学的理论,公众永远错的,他们说买的时候你就买, 说买的时候你就买,怎样可以增加中长线基金入市力度呢, 我可以想到就是这样的,第一,就是要社保基金, 订了债券,全部买了,都不是很多钱,你不可以叫银行, 发行多些multual fund,银行可以发行多些multual fund, 但是去年和今年年头,因为股市这么差,很多multual fund倒闭, 你怎样叫到那些人买呢,除非股市向好, 没有办法增大中长期资金投入,我看不到怎样可以这样做, 增强市场内在的稳定性,当institutional investor 多的时候, 他就是成熟一些,要采取更加有力而有效的措施, 力找市场,找信心,哦,这句是第二件事, 这些中长期基金,这个,肯定要有时间才可以执行, 更加有力有效的措施,力找市场, 找信心,托市,两个字,譬如说, 台湾跌,台湾有个大基金就会入市, 后来起了卖出去,疫情的时候买了一些股票, 台湾那个基金就是赚了两成, 香港做了一次托市,就是1998年那时候, 那时候我看着, 刘莲豪忘记了,我坐在他旁边, 他完全将那段记忆就没了, 原来我发现他的记忆是delete了那几年的, 因为我们十个八个人,其实每个星期四就去德永吃饭的, 因为整班人他就不记得了我在这里, 其实那个关键人物就是杨秀成, 杨秀成约的, 刘莲雄是经常来的, 那天托市那天他就坐在他旁边, 看着特区政府托了一千亿, 本来托完一千亿还是大件事, 谁不知, 这个俄罗斯的股市崩溃, 这个量子基金要班斯回潮, 所以就托备了, 托市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我解释给你听, 托市,你在哪个位置开始托呢? 这个我很有经验, 我有一次托市托到我不见了很多钱, 譬如一只股票, 一百元, 一路跌,跌到八十元, 喂,很低啊, 你是不是去托他? 你八十元去托他, 其实你要算到八十元, 你要多少钱才可以把全部股票全部买回来, 如果你只是够钱买一半,买三分二, 托到三分二的时候, 没钱托, 八十元跌下去, 二十元, 那你就死定了, 你明白吗? 你估计有七成人托我那边, 那我有七成钱, 我就去托, 超过七成, 超过七成你就很痛苦, 托不托呢? 可能托多一两只就可以了, 你是不是会去借钱来托? 哦, 这个就是一条不归路, 大家明白不明白托市的痛苦? 一托不住就掛了, 所以我是教人永不托市的, 听不听? 听过吗? 我都讲过这些故事, 我坐在黄玉郎隔离, 1987年股市崩溃, 迪森潘那只东西在跌, 我叫黄玉郎你快点买他的股票, 我叫他买, 迪森潘打电话来, 喂,你干嘛买我的股票? 喂,我等钱花嘛, 那你不如全都给了我, 多少钱啊? 我跟黄玉郎说, 你立即全都给了他, 好像八元跌到四个多年都给了他, 结果那只贡票跌到几毫子, 你知道吗? 傻的, 市崩溃, 你想去托, 这个是, 好了, 他现在又要托市, 他怎么托法呢? 匿名的知情人士说, 中国政策制定者寻求调动2万亿人民币, 来托市, 哦, 这2万亿人民币, 托的如果是人民币, 是用什么钱呢? 来自中国国有企业的离岸户口, offshore account, 就是用外汇去托, 不用自己的外汇, 因为, 央行人民银行的外汇就不能够用, 那些国企的外汇, 国企的外汇, 已经用了很多来托人民币, 和那些国家银行, 现在又要托股票, 用2万亿来托, 作为股市平准基金的一部分, 透过沪港, 深港通, 购买在岸股票, 这个是, 那就可以买香港股票, 可以由香港汇钱回去买大陆股票, 这个就是, 知情人士说, 这个是外汇, 中国政府制定撥出3千亿地方资金, 地方还有钱, 上海可能有一些, 挖到有多少钱, 广东上海这些地方, 通过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或中央汇金公司, 投资在岸股票, 有钱的地方, 撥多3千亿, 在大陆托股票, 我告诉你, 去年已经托了很多次股票, 就是他是这样的, 叫那些大股东出来托股票, 大股东托完, 没钱了, 接着就叫国有银行, 国企出来托股票, 这次又是叫国企托股票, 是动用国企的外汇account, 和那些富有的地方政府的account, 来托股票, 好了, 我们知道, 托香港股票, 有2万亿, 托大陆股票有3千亿, 如果托得好, 这个就是没问题的, 就是2万亿, 结果升上去, 好像香港那次托股票, 结果就赚大钱, 这个就是赚大钱, 台灣这次股市都赚大钱, 但是托一下托不住那刻, 这2万亿, 如果虧了1万亿去, 国企很麻烦, 国企那盘数怎么办呢, 官员权衡其他选择, 如果得到最高领导层批准, 本州宣布一些方案, 最高领导层, 习近平批准, 托股是一个治标的, 纯粹一个玩supply and demand的游戏, 你要救市, 最好那些人相信, 那些公司会赚大钱, 公司会赚大钱, 经济会向好, 于是那些人就会买股票, 明白吗, 这样就要救经济, 救经济就一定要救房地产业, 以及救地方债务, 这两个是关键, 我一会跟你说, 为什么救不救这两个东西呢, 是去年那些外国专家一路期待中国政府, 出猛招去救地产市, 以及救经济, 但是没有做到, 他用了多少钱呢, 他用了一万亿, 增加一万亿去做基建, 特殊证券融资, 特殊证券融资, 然后就用一万三千亿去换房头债, 其实用多了二万三千亿, 之前已经发行多了一万亿的国债, 去年地方债发行是去到九万多亿, 大约一半是要来还旧债的, 即是旧债换新债, 另外那四万亿, 三四万亿是新债, 你想一下, 去年本来想着反弹, 后来就借了, 四月以后借了, 到五六七月就推出救市措施, 这里陆续花了三几万下去, 结果去年的经济, 结果就是这样, Bombert说, 这些措施是不是能够提振股市呢, 未能决定, 但是在房地产危机, 消费情绪低迷, 外资投资大幅下跌, 及当地企业信心下降, 对经济金融市场扣大很大压力, 这个是叫做氛围, 这些氛围就是气氛的环境, 是令到人不买股票, 是令到想卖的股票, 那些人就快点卖, 这些每一样东西都是resulted in 那个供求关系, 反映在整体的供求关系上面, 中共当局前置各种措施, 未能恢复投资者信心, 我最后才解释这个问题, 好了, 我们看看今天的成交是怎样, 今天的成交, 香港股市, 1,121亿, 在这个反弹里面, 这个turnover是不够的, 就是升市, 一定是要大量成交, 然后那个升市才会长黄, 跌市最怕就是大量成交, 跌市大量成交就是还有排跌, 香港股市的总市值, 272,000亿, 为什么要说这条数呢, 其实就是要说, 因为要说接不接得住, 香港的股市272,000亿, 你是不是真的可以用2万亿来接呢, 国企的钱你不可以用完, 结果你至少用了7-8千亿就很厉害, 7-8千亿可以接一个月, 可以接一个月, 我的专业估计, 一个月后怎样呢, 结果你接了一个月, 因为如果别人信心不够, 你托告是给多些机会, 别人沽货给你, 上海376,000亿, 深圳271,000亿, 这两个市值加起来, 是6500亿, 是65万亿, 是, 65万亿人民币, 是8万亿美金左右, 他今天的turnover是多少呢, 3千亿, 深圳是4千亿, 4千亿, 大陆的turnover是总比香港好, 美国股票市值, 比中港股值加起来, 中港加起来, 就是60万亿, 90万亿, 90万亿是10万亿美金, 美国股市比我们多38万亿, 创下新纪录, 296万亿, 如果你打算托股市, 这里90万亿的市, 你打算拿2万亿去托, 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就是我的经验告诉你, 你最好就有8,9万亿, 放在这里, 预备去托, 而那些钱是输了都不要紧的, 你不能够用国有企业的钱去托, 国有企业的钱是经常要花的, 要周转的, 这个就很大件, 托完那2万亿, 你不汤不水的时候怎样呢, 这里我要再讲, 唯一的方法是怎样呢, 去年是用了3万多亿去救经济, 为什麽用3万多亿去救经济, 经济都没有反应呢, 因为你的经济很大, 就是锅是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你是要用更大的东西去补锅, 你知道吗, 现在中国的经济大概125万亿一年, 125万亿一年, 这个经济, 那个房地产业, 整体的市值是去到400万亿, 要救个房地产业, 我想是要擠3、4万亿下去, 就可以弄好一些, 就可以刺激到经济, 地方债务呢, 城投债加起地方债务, 107万亿, 你没有10万亿, 你不敢踩到一个这样的沉路, 这个真的, 即是, 如果你要做一件轰轰烈烈烈, 救市的东西, 你要用10几20万亿, 就不是几亿都可以搞定, 那2亿多来托市, 是要配合一个庞大的rescue package, 来挽救地产, 解决地产和地方债务的问题, 要花10几20万亿, 温家宝那时候, 2008年就花4万亿, 真的刺激了上去, 现在的锅是比起那时候大了5、6倍, 温家宝那时候4万亿, 你现在就要20万亿, 中国的经济, 那个锅的leverage是大到这么厉害, 你有没有决心这样做呢, 你有没有决心, 把地方的债务, 是摺了过来, 令到地方的经济可以重活生机, 地方的债务, 起码要不见了4、50万亿, 然后再捏住地方, 不让它乱花钱, 以后花钱刺激经济, 由中央政府直接花, 但是那里要write off四、五十万亿, 而四、五十万亿, 你不可以write off, 因为全部都是银行欠的, 欠的都是银行, 如果这四、五十万亿没有了, 银行就会倒闭, 所以你要印钱去补这四、五十万亿, 房地产真的十万亿都少, 整个问题是五、六十万亿的问题, 五、六十万亿, 或者你给经济衰退20%, 30%, 分10年, 每年衰退2、3%, 10年后它就会健康了, 就是这样, 或者你把货币贬值四成, 一贬值四成, 就是GDP不见了四成, 这样就是用五十万亿去刺激经济, 这些呢, 而是你接受了房价, 是可以跌四成, 地方的债务减了四成, 是不是可以回到健康的基础上面, 困紧他们, 不让他们以后再不让他们乱花钱, 以后国民经济在健康的基础上上升, 有没有这样的魄力, 还是不认中国的问题那么大事, 上海证券指数, 反弹不了, 只是弹14点, 为什么呢, 是香港弹得多, 香港弹了392点, 从1490多, 开市就已经弹了上来, 结果高点回了一点, 很少, 原理上这个就是, 这样反弹一天是不够力的, 明天是要继续反弹, 明天后日, 连续, 这个市跌了这么久, 是要连续反弹四五天, 然后才会令人挽回多少信心, 如果明天的升幅少, 上海音乐的升幅少, 人家觉得你没有momentum, 又再次弹过你, 这个港股票, 这些这样的炒上炒下, 我是专业人士, 你可以叫我帮你估计, 推算阶动的流动货有多少, 一般来说, 我们需要三分一, 接到三分一, 市场就恢复信心, 最好你就是做多些好消息出来, 同时, 这样就事半功倍, 推动真正的经济复苏, 然后你才可以推动地产市和股市的复苏, 而股市的复苏, 长远来说, 还不是这个供求的问题, 你不改好股市的情志, 那些人对股市没有信心, 觉得是骗局, 谁会买呢? 大陆, 你知道吗? 有个人连造四年假数, 整盘假数, 他收入绝大部分都是假数, 结果是被证監会谴责, 罚100万, 好不好笑? 人人都做假数, 美国这些坐终身监禁, 中国是罚走一杯, 因为全部都是自己人, 当你全盘都是做假数的, 哪里有人相信你的股票, 你托就可以了吗? 就是等于那些彩票, 竟然有个彩票, 第三组就是3个5, 第五组就是5个5, 出来的number, 结果被人中了5亿多, 掃清了一个彩部企业的基金, 股市是一个赌场, 赌场是要公正的, 不会出老千骗人才行, 你不停纵容别人出老千, 托市都是拿来衰的, 好吗? 这段讲到这里, 各位网友, 过完圣诞新年, 准备过农历年了, 我们的贺年糕点, 是没有防腐劑, 新鲜製造, 每年都很快订了, 12月你已经有会员问, 什么时候有得卖, 早了优惠, 2024年1月1号到1月31号, 今年有4款贺年糕点, 当然是有王牌的瑤柱蝦米萝卜糕, 我们这个萝卜糕推出了十几年, 是几次的blind tasting, 都被人选为全香港最好吃的, 采用大煮系列的腊肠, 不是普通腊肠, 不是大陆做的腊肠, 配上生的虾米, 和大萝卜, 无论蒸或者煎, 都是没得输的, 原价148, 早料价118, 第二款就是腊味芋头糕, 都是用大煮系列的腊肠, 加上简手芋头, 芋头成为粒狀, 加上腊尾, 特别有咬口, 原价138元, 早料价108元, 第三款就是半塘马蹄膏, 半塘马蹄是马蹄的名产地, 做糕点十分有名, 清热化痰, 花少少功夫, 把马蹄的腌成调壮, 吃下去有一种清甜的效果, 原价188, 早料价88, 最后有个新产版外, 椰汁年糕, 是用马来西亚椰汁, 椰汁飘香旁边, 質感軟綿烟硬, 原价108元, 早料价88元, 全部产品都是750g香港製造, 早料優惠, 2024年1月1日到1月31日, 拿货日期就是2024年2月1日至9日, 一定要自己拿的, 因為是新鲜, 而且很重, 為了答謝大家一路的支持, 凡是買兩盒年糕, 就送淘大, 蒸魚豉油, 500毫升的, 兩支, 價值25元, 用來點糕, 就可以令到食物更加鮮味, 買三盒, 就送大煮系列的紅燒吉品包, 四粒裝, 一罐, 價值69元, 好划算, 還有東西送, 所以早些訂高, 否則今年買不到這麼漂亮的高, 過年就有些遺憾了, 是不是?